今天黑小編要教大家如何用最簡單的道具 編出情人節禮物喔 首先我們先從一堆鈔票裡面選出一張你最喜歡的紙鈔 首先第一步 折三分之一 看你要往哪折 這邊折 這邊折 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折這邊好了 很簡單 這樣這樣 往下折 大概抓一下寬度就好了 大概三分之一 然後 對折 記得壓平喔 對著這樣比較好 這樣比較好折 然後折 折過來 左邊折進來 折成一個三角形 對齊我們的中心線 我們剛才折的那條中心線 一樣 壓平 壓平 另外一邊折進來 另外一邊折進來 壓平 就變成一個三角形 就變成一個三角形 是不是很神奇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角 好 這邊順著把它折下去 對齊這一條 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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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過來 左邊攤開 左邊攤開 順著這個角 這個 順著腳 這樣子 拉平 這樣 攤開之後 拉平 右邊攤開 拉平 右邊也一樣 攤開 拉平 這樣 再做一次喔 攤開 之後 壓平 這樣 然後對折 這裡 對折進來 對齊 對齊 這邊會有出現一個 三角形 這裡 對齊 另外一邊一樣折進來 好 兩個三角形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齐 这样转回正面 这是不是有一个爱心 爱心形状 非常简单 开始要折 折后面这边 再往下折 然后再往下折 折成长条形 这边就有锯齿状 中间有一个爱心 然后往内闹 往内绕一下 绕成一个圆 一个弧度 戒指的弧形就出来了 然后将边边尾端收进缝里面 收进刚才你折的缝里面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就扣住了 爱心戒指就做完了 戒指就好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好 接着 中文字幕——YK